今天講這個新聞是 日本呢他們就是有出現這個 一個戲劇橋段是 魔法少女呢 用物理攻擊啊 擊敗中國巨熊貓 聽起來好可愛的劇喔 把這個 大熊貓啊 痛歐了一遍啦 那當然這個影片呢 在這個X上面呢 瘋狂大家覺得很有趣啊 日本人呢 又再度把中國打爆了 上次打爆的時候就要回到什麼 回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當然 中國人就對這個橋段非常不滿 就覺得這就是 是滷花 用滷花了 歡迎來到 藍女 誠實說 歡迎回到誠實說 我是裴晨 我是小蘭 小蘭本週啊是萬聖節 就是那個 俗稱西方鬼節嘛 那你今天的這個打扮呢 是以什麼樣主題呢 是一些 地獄新娘之類的 地獄新娘 這邊掛著這個烏薩棋 就是一個景品嘛 是惡魔系列的這個烏薩棋 非常應景 對 那說到這個萬聖節 最近啊在幾億卡瓦社團裡頭呢 其實就很多人在吵這個 南瓜烏薩棋啊 黑貓烏薩棋 甚至以前比較多 呃 絕版品的這個娃娃 那價格已經來到四萬 五萬六萬 非常可怕 好可怕 所以就有網友戲稱說 哇這個台積電啊 隨著這個節假日 特別版的出現呢 大家呢就 爭鋒來搶奪 那這個價格越標越高啊 對啊 甚至有出現那種 競標到非常誇張的這個價格浮動 甚至比這個 周杰倫的演唱會門票呢 還要誇張 因為至少 周杰倫的黃牛票呢 現在已經是被警方給作廢了嘛 被抓走了 但是烏薩棋這個部分呢 可能目前還是無法可管的部分 還是屬於自由競標 對對對 買賣 欸小蘭你自己知道 這個美國有個叫WWE的這個摔角的聯盟嗎 有聽過 摔角啊 這個運動 賽事 在美國 日本 台灣 其實算是一個蠻流行的一個文化 台灣呢 是近幾年有一些新世界的摔角聯盟 那在日本的話 以前看立體頻道 就會看到一些摔角比賽嘛 大家都會看到那個虎面假面啊 或是這個500最喜歡的 一個位摔角手叫武藤進斯 哦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很喜歡五百哥 但是你必須不知道他喜歡摔角對不對 不知道 那你真的就是假憤哦 假憤 真的假憤 那今天呢 這要講這個新聞是在那個日本啊 他有摔角比賽裡頭出現的一幕啊 日本人爆打中國啊 這個就是魯華的一個呈現 就是他們有一個情節 很多人都會 大部分我看摔角的人都知道 它是一個劇本的 就是他會形成反派和正派的兩方 然後進行對決 所以會有象徵比較正義的那個角色 然後象徵比較邪惡的反派角色 所以在美國摔角聯盟裡面 就會有一種白大拿啊 就是特別有錢的摔角聯盟的主席代表 他可能會用錢去羞辱人啊 然後底下的那個摔角手在互相火拼 OK 但是呢 雖然是有劇本的 但是他們打的是真的哦 啊 這是有橋段而已 是有橋段的 是有敘事的 但是他們是真的打起來的 那個打的 一般人是扛不住的哦 今天講這個新聞是 日本呢 他們就是有出現這個 一個戲劇橋段是 魔法少女呢 用物理攻擊啊 擊敗中國巨熊貓 聽起來好可愛的劇哦 就是 他們就是那個 中國摔角手穿著這個熊貓的服裝啊 在這個摔角台上面 還有魔法少女進行PK 那你知道摔角的比賽是可以拿武器上去的 這個武器之前有講過嗎 就從那個 舞台台底下抽出板凳啊 或者是把桌子拿上去丟啊 那這個魔法少女就自備了這個魔法棒 你有看過庫洛魔法的屎嗎 我有看過 他手上不是會有一隻那個魔法杖嗎 就是 用庫洛牌的時候需要敲打 對 所以他就用這個魔法杖呢 把這個 大熊貓啊 痛歐了一遍啦 那當然這個影片呢 在這個X上面的瘋傳 大家覺得很有趣啊 日本人呢 又再度把中國打爆了 上次打爆的時候就要回到什麼 回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當然 中國人就對這個橋段非常不滿 就覺得這就是乳花 用乳花了 你怎麼可以呢 用我們這個熊貓這個形象 是不是 意有所指啊 那當然呢 在日本這個摔角聯盟裡頭啊 他們並不是 要以這個 中國熊貓象徵日本人 他是有一個 這個角色是有一個故事背景的 他是出生在這個 2016年出生在中國四川省 因為呢 先天疾病長得太巨大 被父母遺棄啊 所以就跑 而且又在中國 被其他熊貓霸凌 所以在2017年移民到日本 然後決定從事這個 摔角手的職業 所以他的背景是怎樣 是在被中國 對被中國拋棄的熊貓 但是呢 沒有人在理會這個故事 他只覺得說 你就是在 欸拿熊貓臭中國人被打爆這件事情 對啊誰管你怎麼寫 呵呵呵 所以 那畫面就很獵奇啊 那你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你會想要去看摔角比賽嗎 會啊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他跳起來的那姿勢 真的超可愛 他跳起來的姿勢非常少女漫畫 對然後我希望那個熊貓會頭暈 然後還有那個轉轉轉 呵呵 還有特效上去嗎 太難了啦 但是呢 如果就是有這種戲劇橋段 更趣味性的發揮呢 我相信摔角運動大家應該是更有興趣啦 就比一般的那種什麼職業拳擊比賽會更有趣味 那可能會看不懂 但這個的話就會還有可愛 就會支持熊貓 支持魔法少女 你知道就是用Uber啊 可以叫到交通工具嗎 那有時候服務範圍可能太遠 他就沒有提供一些像計程車啊 那有些國家呢 可能既然那個汽車的這個普及率不高 他還提供這個機車的接送 像東南亞的國度 他們是有 不是Uber啊 但是他們有叫嘟嘟車的這種服務嘛 有 我聽過人家叫 對 沒有錯 那在這個國外呢 就有兩位女生呢 她在這個杜拜沙漠受困了 嗯 但沒想到呢 在受困的時候 他們就想說 要怎麼離開沙漠 因為你要知道啊 沙漠是一個一望無影的一個畫面 對啊 你不管往哪走 你都有點迷思方向啊 像我們之前看這個 沙丘 沙丘 或是那個什麼 捍衛任務嗎 就是John Wick 他不是在這個沙漠裡頭 尋找這個殺手組織的長老 對對對 那也是透過不斷的往前走 當然也不知道方向在哪 還要看星星有沒有 對啊 還要看星星 看星星看月亮 來辨別方位啊 那這兩個女生呢 顯然不具備殺手能力 她也不是沙丘 也沒辦法召喚出這個 沙蟲來載她一程 最後她選擇拿出Uber 就是拿出手機APP 叫Uber 你知道她叫了什麼嗎 不知道 你想像一下 在沙漠你叫什麼交通工具 吉普車吧 吉普車 合理嘛 就是四輪驅動呢 至少一般汽車 可能沙漠跑起來不順 但吉普車呢 可能有機會征服沙漠嘛 沒想到她叫出來的 是四輪驅動的駱駝 她可以在 我感覺上這個 有一點種族歧視 好可愛喔 或是有一點那個 刻板印象感覺 是蠻可愛的 而且你知道很酷的是那個 APP就是Uber上面 在杜拜的那個服務商啊 她還把那個 駱駝標示 對駱駝圖案放上去 好可愛喔 所以你叫的是真的駱駝 你的駱駝還有20分鐘底的啊 對對對 她還預估著駱駝跑多久 會到你那個方位 或是你這一段行程要多少錢 她還把你算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了不起 好厲害喔 她叫的到那個收訊很好耶 就還有網路 對 那可能就是杜拜嘛 到處都有網路啊 可能那個駱駝身上有一些WiFi 你說她身上有一個基地台嗎 沒有我相信他們應該是用那種 衛星網路啦 因為畢竟是杜拜嘛 人家有錢 對不對 她叫到這個駱駝呢 就順利的呢 就搭乘了駱駝 離開了這個被受困的沙漠區域啦 那之前我有聽過 就是有些人去埃及玩啊 他們就會問你要不要騎駱駝 據說啊 就是上去是一個價格 啊你下來呢是另外一個價格 所以他們都會說 觀光客如果要去騎駱駝的話 建議是一開始就把價格講清楚 因為有時候他說 上去只要幾十美金幾十美金 下來了 他就會跟你講說 喔你下來的話 那你要給我一百美金 好貴 那這樣你叫Uber比較好 他可以線上支付 就不能給你亂收錢 沒錯啊 Uber是有那個定價的策略的 不然違規平台 違規他會把你ban掉 他是有秩序的駱駝 他是一個不會超收價格的駱駝 他是好駱駝 他是好駱駝 一讓上一間廣告 塞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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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網紅球妹呢 在這個和電視台合作一個新的節目啊 就是通靈挑戰 叫靈能的挑戰 引來很多的討論嘛 包含像西蘭啊 他都有討論過這個節目 根本就是要讓這些通靈者沒有工作 因為就會發現很多人好像前面講的很有料 結果一上場測試發現全部錯誤 這面目都露出來 然後發現說 他們被揭穿的時候呢 都還有一套說詞說 因為旁邊有什麼靈啊 干擾了他 或是有什麼樣的能量場啊 他感受不到 OK 那今天這則新聞就是一則關於通靈的故事哦 大家有看過這個藍色生死鏈嗎 或是第六感生死鏈 有有看過 你有看過嗎 我有看過 我沒有看 但是 我有看一些短影片 第六感生死鏈主要是人鬼鏈嘛 對對對 OK 那今天就來講一個人鬼鏈的故事 這個在美國呢 有一個女生呢 她大談 她說她自己有通靈能力製成的 那可能也是某個通靈老師 她說她大談兩人一鬼的三角戀愛 還有一個女朋友啦 那她和她的這個女生朋友呢 就要一起和一個美國的老兵鬼魂呢 在談戀愛啊 她生活中呢 因為對於這個伴侶呢 然後維持一個在 也算是一種開放式關係 對嘛 但是她已經開放到就是 她是超越這個生死兩界 她已經超越了就是 我們一般開放式關係 就介意在陽間的部分 對對對 她已經超越了介玉 她已經到達陰間也一起來談戀愛 哦哦 如果是這種開放式關係 你可以接受嗎 可是她這個就是精神上的開放式 是精神上嗎 Are you sure 她又沒辦法露底 誒說不定她可以附身到別人身上嗎 不要 是不是在講P 對不對 誒你沒有聽過以前這個故事嗎 就是冥婚的部分 就有些人會講說 你在路上有撿到紅包冥婚嘛 對 那有些人會說 這個冥婚的伴侶呢 他其實會幫你去找一個 他的陽間的替代 替代人選 他會幫你找到 然後呢 他會讓你跟他結婚 他會把你們姻緣牽起來 但是他會透過 呃 技術 或者是附身到他身上 他和你發生關係 然後一起培育你們兩個人的這個孩子 好可怕 那你沒有聽過這個故事的說法 好像有啦 但是因為我有看那個關於 和鬼 鬼家人的那一部 你說一個連續劇嘛 對對對 他也是一樣啊 但他有附身的時候 他就會減少他的能力 ok 那那個 畢竟是戲劇作品嘛 那實際上可能食物面不是這種 運作方式 這個聽起來更不合理吧 他是說啦 他可以透過這個靈性的方式呢 去跟他做調控 然後一起去 他會把他能量就是跟他那個交換 那他本身的體質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呢 他才能夠和他談這個 人鬼戀 但我想到以前不是那種白蛇傳嗎 這個時候通常應該有一個老和尚 出來阻止他們 對啊 應該會把他收走吧 或是他們哪一天去廟裡 就突然被消滅 所以他在美國啊 美國沒有廟 所以教堂 他應該有一個驅魔式要出來 拿一個聖水 對啊 拿聖水灑他 灑鹽很日本吧 你說的是日本那種嗎 什麼鬼出去 附近來這種 不是嗎 遇到魔鬼不是要灑鹽嗎 我不確定耶 但通常西方世界比較 廣泛認知 應該是拿那個聖水 和拿那個銀 十字架 或是大蒜 就是打吸血鬼的部分 我們過去呢 談論很多關於機器的新聞 包含是一個阿伯 就是上個禮拜呢 有一個老人呢 他被解剖 發現他有三根雞 對 然後甚至有提到 就是有些人雞 雞很長 或是很短 反正什麼狀況都有 今天來分享一個呢 就是因為雞雞短到不行而 但是並沒有自卑 哦 這是一個特別的故事 這是一個反面教材嗎 沒有 它是一個正面教材 對 就是因為過去我們講到 雞雞短的人 他們通常都會有很多問題嗎 或是會被女生討厭嗎 很多人的交友條件 都希望伴女的雞雞 長度多少嗎 都有提嘛 對 那今天要講一個就是 他是只有五公分的雞雞長度的人哦 這個五公分是他勃起厚的長度 所以不是那一種還沒有興奮前的長度 所以五公分是真的短 是真的 就大概小拇指這樣子 竖起來而已 但是呢 雖然他的長度不長 可是他的技術極好 所以呢 他的伴女從來沒有抱怨過 他和他發生親密關係的時候 並沒有感到不滿 哦 他就這邊是一個 他是一個白人啊 他說 他有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狀況 他身高呢 有178公分是一個白人 他有去做過醫院檢查 他搞固酮啊 什麼素質都很正常 但就是他的生殖期特別的短 勃起後只有五公分兩英寸 那但是呢 他的這個伴女呢 並沒有為此呢 哎 跟他 呃 有任何的不歡 嗯 因為他們 就是 因為他說啊 他以前在交往 搭訕啊 或是和別人互動 到親密關係這一段的時候 都會被人家嘲笑說 噢噓噓啊 很短啊 這樣子根本就沒辦法用啊 反正就會遭受到這個嘲諷 結果呢 他遇到這一個新的伴侶呢 他呢 終於接納 就他可以接納這件事情 所以也因此呢 他們呢 就不斷地在嘗試過程中呢 他學習到如何 雖然我短歸短 但是呢 我可以好好用技術 彌補短的這個部分 做圈套的服務 對 他的服務技巧的也越來越好 所以呢 他帶給他伴女快樂 並不就並不亞於那種正常長度的 所以就算你很長 你可能沒有他這個技巧 那麼厲害的話 也是枉藍 搞不好他很貼心啊 就是比起很長的人 他跟注意對方的感覺 而且說實在的 其實醫生有講過嘛 就是女生的陰道長度 大概就是6公分左右 就是你要達到比較舒服的點的話 大概6公分內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你超過的呢 就是 多出來的 但是不一定能夠用得到 但是這個男生 他剛好就是在一個及格線邊 他真的是偏短啊 搞不好那個女生剛好也很適合他 對說不定他本來就短 對就也是短的 所以呢 他那個老婆就一直鼓勵他 也給他滿滿的安全感 所以他們的關係越來越融洽 但是也因此他老婆也講說啊 其實他也不介意這個大小部分 因為他認為啊 兩個人相愛才是重點嘛 而且呢 他覺得他老公呢 和他願意一起透過 不斷嘗試啊 彼此最適合的方式呢 在這個 性愛上面呢 得到了更多的磨練啊 導致技巧更來越來越好 他也是很開心 他覺得這是一個正面的成長 好正面哦 對 而且這個男生他就有分享說啊 他們在這個經驗裡頭呢 發現他可以透過傳教士呢 達到最好的這個表現 也就是說 一般因為長度不夠嘛 所以你想要嘗試一些 像是比較特別的姿勢 比較困難的 像包含湯尾和這個梁朝偉 以前的回溫針體位 那個好難哦 顯然呢 對五公分來講 根本就勾不到 所以呢 他不會嘗試這種特別的體位 但是他會透過像傳教士啊 或是一些比較能夠縮短他們這個 這個生殖器距離的這個體位呢 讓對方達到最好的這個體驗 所以他建議啊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機機比較短的人呢 你就可以用傳教士 或是使用一些呢 讓你的姿勢可以進去更多的這個體位呢 達到這個高潮 他可以出書了耶 就是教人家怎麼樣 對 然後他同時也分享說 其實比起就是你的性行為的這個中斷 就是正常性 開始性行為之前的這個前戲啊 他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也是告訴各位男性朋友 不要因為啊 你試才奧物啊 你有一個特別強的這個棍狀物呢 就不前戲 前戲很重要哦 只要老婆開心啊 你也會開心 然後他在最後呢 就是給大家這個中固 小燃最近不是剛看完一部 這個Netflix上線的電影 叫做這個 《孤注一職》嗎 沒錯沒錯 《孤注一職》是大陸拍的一部呢 電影算是在講一個詐騙集團啊 他的這個起落啦 就是從一開始呢 主角被騙進去 到最後解散了這個故事 那也提到就是很多人呢 會被騙到緬甸啊 或是柬埔寨做所謂的豬仔 就是被騙去做詐騙行為啊 像台灣以前就有出過很多新聞是 有這個民眾呢 不顧勸阻嘛 就跑去緬甸、柬埔寨 要去一值千金 沒想到興趣就出不來了 或是被騙財、騙色 對有騙財、騙色的 也有這種賣到KK園區的 還有什麼器官被販賣走的 那這種恐怖的詐騙行為 現在竟然還有一個新的奇招啊 在馬來西亞呢 有一間在做這種 線上博弈的遊戲的產業 有一家公司呢 它算是灰色產業啦 就是那種 你知道娛樂城 台灣的娛樂城 通常都是沒有出金的嘛 就是沒辦法換現金出來 可是在東南亞 或是在國外有一些國家呢 他們就會提供這種 可以換現金出來的一些娛樂平台 打一些百家樂啊 那他們通常會把主機 設在比較國外的地方 就是非本國 來規避一些法律問題 這個馬來西亞的這個博弈公司呢 他們就安排了一趟 全公司三十幾人的這個 員工旅遊 因為通常這種公司都很賺錢啊 我以前聽過一個朋友講 他以前在這個 做客服端的 線上客服 每個月呢 可以領到大概八萬塊錢台幣 他是正常的客服嗎 誒 就是做博弈客服 你知道 因為現在 這個先描述都跟 姑子 姑主一子好像 對吧 博弈公司 對 那助教也從客服做起 對吧對吧 然後呢 我那個朋友他其實 他在這個公司出事前就走 就離開了 他這個公司並沒有讓他到東南亞 而是在台灣 好險好險 後來是出事了 就被人家查獲了 竟然是一個不法的這個機台嘛 嗯 OK 那回到新聞本身呢 就是馬來西亞這個博弈集團呢 他就帶著整個公司啊 浩浩蕩蕩到這個東南亞 原本是說要去泰國旅遊 沒想到員工們呢 一下飛機發現 誒 為什麼在柬埔寨 嗯 沒想到啊 三十幾個人 全部被送到柬埔寨做租宅 好可怕 好可憐哦 然後護照都會被收走 都被收走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團進團出 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飛去哪裡 他們是真實版的 姑主一子 沒有錯 而且是三十幾個員工全部都被抓走 都送進去 然後 因為這個故事就離奇的地方很多 就好像很多地方是非常的 有破綻 但沒想到真的就成功了 讓那些員工被騙走 一方面我覺得這些公司很聰明是 他們找的員工不會聰明到哪 就他們不會去找那種 假設你今天疑心很重的員工 你一定會有很多疑 疑惑點嘛 為什麼公司 呃 他要求不高 可是薪水還那麼高 對 或是呢 為什麼他們願意呢 在 我這個未滿三個月也可以跟你一起去員工旅遊 為什麼 而且為什麼我不瞭解我的公司 對 啊我的公司怎麼查不到什麼資料 我去沒辦法Google 對 所以呢 就很多員工呢 就是老闆啊 在他們一進一路職 沒多久就說 誒我們這疫情剛結束 我們要慰勞員工啊 我們一起去去玩吧 原本以為是快樂的員工旅遊 沒想到啊 全部都送去的這個做租宅啦 那當然後來是美拉西亞的警方啊 和政府呢在幫助之下 又把這些人救回來 那只能說啊 現在的騙局非常多啊 像現在很多這種社團裡頭啊 在招募一些 像是打工的啊 或是什麼做一些家庭代工的啊 都開很高的薪水 你要想嘛 如果我今天折一些包裝一些東西 可以一個小 一個東西賺十塊錢台幣 那我可憐 那個以前家庭代工都沒賺那麼多 好像以前包東西才賺一塊錢 現在可以開十塊給你 我有曾經心動過耶 那你差點就變租宅了 差點就變租宅 他可能會說 我要慰勞你包得特別快 送你去這個美拉西亞 他會叫你先傳很多個資過去 那你的個資就掰掰了 你就是人頭帳戶 沒錯 沒錯 那最近還有一些新聞是 有人會買賣帳號 就把自己的帳戶賣出去 一個帳戶賣七萬塊 你就會淪為這個洗錢的帳戶 然後當然呢 這個一賣出去呢 警方就會查 就是他們會用你的帳戶 把錢轉進去再轉出來嘛 過這一手 你就是這個犯罪帳戶了 對 你就被凍結囉 而且你還會真的被被告哦 對這個會被告 你算是中間手啊 就算你說都不知道也沒辦法 對這完全 就像車手你幫忙領錢出來 你也就是犯罪的團火 你就說我只是聽人家命令啊 沒有 那 Sorry你就是要 就擔負這個行責啊 所以在這裡提醒大家 有些錢呢 沒有那麼好賺的 大家要知道嘛 錢四腳人兩腳啊 你想想看 如果那麼好賺 輪得到你嗎 好好思考一下哦 那我們來看本週的下一則新聞 之前呢我們有提到 我以前很愛的一部電影 就是閃鬼交鋒 那閃鬼交鋒 裡面有一幕就是 李奧納多扮演醫生嘛 在幫病人看診 他假冒自己是一個 非常資深的醫生 對 但是呢他 終究啊 還是沒有那個學識 他也不敢冒險去幫人家看診 他都是交給 真正有能力的醫生去 他只附著做一件事就說 哎那你覺得怎麼樣 那你覺得怎麼樣 哦那你們兩個決定就好 就是怎麼樣 對對對 但至少呢 他沒有去荼毒到任何病人嘛 他只是假冒這個身份來騙錢 但今天講這則新聞呢 是發生在英國 英國有一個19歲的女生呢 她從小立志想當一個 白袍天使 是想當醫生啊 這不是護士 她想當醫生 所以呢 她從小呢 她19歲的時候呢 就想要考醫學系 因為大學嘛 結果她的能力不足以考上醫學系 但是她又很想要圓夢 最後她做一個決定 她做了什麼決定呢 她就是去買了一件醫師 跑去這個地方的醫院呢 假裝自己是醫生啊 然後竟然還沒有人發現 她不是醫生 哎 還讓她幫人家看診 甚至還替病人注射不明的液體 一整天 一整天 就是一整天 她就在醫院裡面當了一天醫生 都沒有人發現 那醫院也太爛了吧 對這個醫院充滿漏洞 那當然一天後呢 哎 終於被警方逮捕了 就是 醫院終於有人發現 哎 那也怪怪 怎麼會有這些新醫生出來 他誰 照理說醫生應該會有一個ID卡 嗯 會有那種 就是你到出入醫院的時候 應該有很多管制嘛 對啊 看電影不是會出現那種 醫院啊大醫院 都要BB卡才能進去嗎 那他都沒有 還是他跟台灣那種醫院一樣 就是大家穿白袍都可以進去上班了 台灣好像比較少管制區啊 可能就覺得不會有人這樣做吧 對可能就沒有意義 對就想說大家人都很好 也有可能就是醫院 就屬於比較鄉下的那種醫院 對 就沒有特別注意到 嗯 OK 那當然他就直接被逮捕了嘛 逮捕之後呢 這個醫院就禁止他 終生啊 永不入用這個人 就是 他根本也沒那個資格好不好 呵呵 當地的人呢就是會提到說啊 為什麼醫護人員呢 都沒有發現這個人 怪怪的 嗯 然後而且為什麼沒有任何的 安全的防護裝置 或是沒有任何安全網 這樣的設置 去避免一個陌生 莫名其妙的人進去當醫生呢 所以大家他們就開始檢討說 這醫院呢 可能也要了解一下自己的狀況 那這個19歲的可憐少女 也不算可憐啊 就逐夢少女 最終呢是被判一年 然後緩刑 嗯 所以呢他只要服務15天的勞動服務就好了 就可以了 可是那個人被打一整天點滴人最可憐了 就是被注射部門議題的這個病人是最可憐的 那我相信可能就是那個護士有看到一個醫生走過去 可能就順便問他說 欸那這個病人怎麼處理 他就順便拿一管給他 呵呵呵 OK那這個只能說啊 大家主夢呢 還是要靠這種正規的方式啦 不要沒事想說 欸我就換上衣服就可以去當個醫生呢 也不要換上機師跑就跑去當飛行員 正常的人都不會有這種想法 而且他就跟李耀娜多那部電影完全不一樣是 李耀娜多起碼有思考怎麼騙進去 他完全沒有他就抓一件白袍就進去了 他做了就對了 真的是Just do it 有人說歐洲這種主夢教就是古力士教育 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狀況發生啊 那也是希望大家呢 欸還是好好的就是追逐你夢想哦 欸說到這個醫生讓我想到 以前很多年前就有講過有一種叫波波醫生 啊我知道 就在波蘭尼醫學大學的 很多的都是牙醫 對那最近有又有波波醫生被拉上檯面討論 就說啊有些醫生的那個看診的 呃不管是技巧啊手法啊或是開藥的方式都不好 對啊 那導致很多人出了狀況 因此就有PTTT針了一份波波醫生名單 嗯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 因為剛才講說是詐騙醫生嘛 這個波波醫生是正規醫生 正規哦 只是他們波蘭大那邊考醫學系的門檻比較低一點 欸沒有台灣那麼嚴格啊 或是沒有其他國家的嚴格 所以導致他們很多這種醫生啊 顯然訓練並沒有很紮實 沒錯但是也有我最近也有看到波波醫生來為自己反駁啦 嗯 對就是但相不相信這是看大家 欸對大家就是只能還是靠自己多看多聽啦 多選擇看看啦 好吧我們尊重所有醫生啊 好的那本週的新聞時間到這裡結束啦 那小安 那我們最重要的事情要幹嘛呢 要點讚訂閱加分享 沒有錯然後讓更多人可以看到我們的影片 我們每週三每週四準時更新影片 我是裴神 我是曉蘭 我們下禮拜見拜拜 拜拜 影片結束囉 記得訂閱點讚加分享 小鈴鐺也別忘記按哦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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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